那个玩们仔这个阿猪 他就想想你说这个 这种啊 我们仔这个阿猪 所有的老铁们 新年玩 新年贼好 新年贼老好 我洗个手 这里你们点的个啥 啥 日清我发现我不能跟你老仔一块待的 口音都有点 你平时没有口音呢 平时真一般 就赖我呗 平时就说普通话呗 是吧 毛老师 对 老标准了 是吧 玩起来 原包 过来 来 真乖 也听话 怎么了 学琪 有好几回人说 你用东北话 出一句新年快乐 我说新年快乐 一样的是吧 一模一样啊 他就是说让多美话说个过年好 我说过年好 还咋说 那那那特别一点的呢 别人完全听不懂的那种也有 也有 我们那名名词会有一些就比如说 这好像是知了吧 嗯 我们叫 丁阿兹 嗯 丁阿兹 丁阿兹 我们那边也有 麻烂 麻烂 麻烂啊 就是这种词 我觉得还有意思 这新年快乐他能有啥啊 那多美话给大家拜个年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觉得你这么没有诚意 对 就是你对 他就相当于 那个 丸子这个阿兹 哈哈哈哈 他就想想你说这 这种啊 丸子这个阿兹那个 丸子这个阿兹那个 所有的老铁们 新年快 新年 港港的 新年贼好 新年贼好 有这种的 我们皮人哪这么说话 对啊 你就得硬想一下 啊 硬席点图话 网络上的东北人说吃蘭酱菜 对 这是丸家后边人来大改 哈哈哈哈 对 他就希望有这种 那你们看到这么不扯吗 扯呀 如果在网上看到别人这么说的话 扯呀 扯呀 哪不扯呢 我以前在海淀那边的时候 我有时候坐车 我就经过那些 居民楼 然后我就亮着灯 然后我就 幻想 就他们在里面 干点啥呢 这些人 因为如果上学那个时候你对 因为在北京有一个房子 就说这里边灯没有一场为我而亮 不是 不不不 没有这么矫情 我就是想他们离开学校之后 在那房子里面这个点在干啥 我上大学那时候特别羡慕 晚上可以坐上方看电视这件事情 我是希望没有一个相对封闭的 这个屋不大 然后我可以待在这儿 我把门一关 这个屋我一个人在里面不显得空 然后这里面我打打游戏 看书 看剧 打游戏 然后困了直接可以在那里睡 就那种 阳光要好一点 就我也想要一个 就是像你说的特别一点的 但我要大 如果够大的话 我那边一个角落 当一个酒吧 一面墙全的酒 然后这边就是乐器 就竹子这么一条过来 那也太大了 我觉得卧室可以小一点 客厅 甚至我觉得客厅可以这么改 我之前去过一个民宿 录节目去的 它这沙发是一个坑 然后是四边环绕的 这种有点像小时代里边那种 然后那个我感觉很好 就大家都窝在一块 嗯 就是那种我大学自己住了一年 我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人多在一起住 有安全感 自己还是有点 没底 对 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睡觉 我就会焦虑 我这你 如果你跟别人一起住 你不觉得 你有的时候不得不说话吗 不会啊 不想说就不说 不想说不说 不需要说话 那就把放着一个人那里 不跟他说话呀 人也不想跟你说话呀 就他干他的 但是独居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你可以长期不见到任何人 但是你想说话呢 如果没有人你就不会享有了 不是 我是 那你是自己自得其乐 我需要从别人身上 我得分享 感人对 得分享 还是得立即分享 对 哈哈哈 来吧朋友们 合影一张 你这样这样 看来啊 嗯 这太扯了吧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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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着了 人家 一张并不完美的照片 一顿手忙脚乱的自制晚餐 一场无需方向和结果的交谈 一群不定期见面的朋友 完美的东西不一定让我们快乐 但有朋友的陪伴 我真的快乐